先生 您是 你好 我是老赵 你是新来的阿姨是吧 对 是的 让客人进来 你好啊 老赵 你来了 我这行动不太方便 你看看我这次生病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这话怎么说 你快坐吧 你这人呢 还是老样子 我 我感觉好多了 我是说 你没变 你还是那么总是客客气气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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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啊 跟你们我就没客气过 我听小亚说 你在催着小军快结婚的事 我急呢是有我的道理 你说这两个孩子 他们知道 是是是是 我觉得如果能结婚当然好了 是吧 尽快地成个家 要不然现在这么老待着 对人家姑娘也不公平 说得就是嘛 嗯 但是 你看 孩子们现在啊 的确跟咱们以前 不一样了 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 什么事情呢 都是父母之命 要对组织上负责 一切从工作出发 所以相对来说 都比较简单一点 现在的孩子啊 他们诱惑多 是吧 因为选择多嘛 是啊 我呢就是担心 我是怕他们呀 当过了自己幸福 对吧 别搞得跟我们一样 那不能够 我觉得小军跟小刘 他们都是彼此互相选择的 是吧 选择在一起 选择一起去闯荡 所以共同面对未来 应该会很幸福 孩子们俩在一起待着 都好好的 这个比什么都强 我说让他们早点结婚 其实也有点一厢情愿 孩子们的事啊 就由他们去吧 咱们想开了就 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那 那我 明白 这个做父母的 反正孩子早晚 他都得放飞 是 是 尽管这么说 真正面对这一刻的时候 就觉得 是这辈子最难的一次了 也许 是最后一次放手 别这么说 孩子们都大了 他们有他们的日子 咱们呢 就是 把咱们自己的日子安排好 我呢 其实就是盼着小军赶快结婚 那儿 我就放心了 我这个人吧 从来对我的身体就是不乐观的 这点你们知道 从年轻到老 都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 不过通过这一次啊 我也想明白了 如果真的没什么担心的 那也不算悲观 对吧 嗯 大声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过下去的 都得好好过 好 说好啊 请请请 请进 什么情况小军 谢谢 剩这么长时间不让进来 续号 书记 林家带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抓到人了吗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啊 你好好休息 是吧 来嘛你反正总得带点礼 就是 给你送个大礼包 调查资料大礼包 我正闲着活了 太好了 大夫怎么说 手术很成功 但需要多休息 我真的拜托各位了 别再让我躺着了 让我干嘛都行 好不好 别着急 总得有个阶段 是吧 医生说每天都会来观察的 总体是良好 楚楚呢 楚楚挺好 她就是在周叔想你 她呢下了课之后 都开车就走了 她有车 有的有的 我们有一次 还坐过她的车呢 车呢 什么车 我调查林妙雪的时候 她同事说她手里有辆车 这资料也没有啊 别一起给你炸的车什么呢 真没有 资料里没提到过 你看看 这不全货啊这东西啊 什么大礼包啊这是 张主席 张主席 不好意思 让你救她了 没事没事 魏书记在吗 魏书记刚好最近在休假 我有一个重要的文件 也要教给她 吴组长在不在 吴组长刚好也不巧 下去回房去了 今天可能也不在 是这样 那 你看我这东西是 赵世纪 你看你这文件 我帮你代交吧 那也行 行 我帮你转交给她 好 那麻烦你了啊 行 赵世纪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好 行 赵世纪 将加强对党内纪律 和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来 对不起 对不起 迟到了 好 确保问题建立 同时呢 将加强上一轮巡视整改情况的 监督检查 强化整改主体责任 对整改不利 要严肃问责 真正建立起 杜绝腐败的有效机制 大家继续努力 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 省委巡视组的 吴城副组长 给我们做了一次精彩的 战前动员 这也是推动本市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同时体现了省委 对我们东江的关怀和厚爱 我希望我们各位 一定高度重视 旅行直走 不断地自我完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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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小黑啊 我来了 我来看 我来看见了 我来看见了 没事 没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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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小金哥 小金哥 赵爸爸来了 父亲 小军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又好久没见到你了 在忙着呢 是啊 好好好 好 小黑 到茶去了 好好 小黑 谢谢 谢谢 嗯 别忙活啊 好好好 叔叔 你喝水 感谢 感谢 是这样 我去找过你妈 我把你的事啊 跟你妈说了 我知道 谢谢你 这是我妈 这件事情呢 我的建议是这样 你不用太考虑 你妈是怎么想的 结婚是个重要的事 我觉得现在契机挺好 你就抓紧时间 把这个婚礼给扒了 是 我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呢 只要彼此真心实意 其实其他的都不用太过担心 不过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证明自己有资格 做你们女婿的 我 我看外边这大棚都修好了吗 是 之前确实有些状况 不过现在 修好了 好 修好了好 赵叔叔 小刘 小黑 你们辛苦啊 赵叔姐 我们不辛苦 不辛苦 不辛苦 万事开头难 继续加油 谢谢叔叔 我们有信心 现在挺好的 感谢你给我了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 现在我才明白 靠谁 都不如靠自己 我接个电话 小军 我怎么能跟你爸这么说话 你好 你好 是这样 您以为现在关心了 打电话 对 主要是什么呢 您秘书跟您说了啊 就是白道所辞 你秘书是什么 话不能这么说啊 您看能不能突破组织 我喝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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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现在挺好的 我们现在呀 他也管不着了 小军 有个事 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您还记得上笔究极的存款吗 其实我自己钱出来的时候 早都花光了 那笔钱是赵叔叔给的 这张卡你拿着 算是我一个心意吧 万一要有点什么事的话 你们可以硬个机 但你千万别告诉他 你就自己收着就行了 他还特意嘱咐我不让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 好 那感谢啊 就这样 再见 小刘啊 叔叔 您留下吃晚饭吧 晚饭我就不吃了 我还得赶回东江呢 现在小军我就踏着多了 帅叔跟他已经交代完了 那我走了 行 那叔您慢走啊 叔您的包 好 谢谢啊 好 你们留步吧 慢走啊 再见啊 小军去送送啊 去啊 去啊 告诉他 快 走 爸 怎么了 谢谢您 你跟我这么客气 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求您的 您别介意 我知道 这么多年了 我还不了解你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 刘洋 怀孕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爸 您 不怪罪我 怎么会怪罪你呢 这是多大的一喜事啊 这 我还以为 刚才我说那一番 您会生气吗 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 小军 我支持你 咱们家人 许莹阿姨 小样 都支持你 小刘她父亲啊 要是为了这个事 出点什么幺蛾子 我亲自去跟她谈 你就放心吧 爸 爸 谢谢您 你看 你看 都快当爹的人了 坚强一点 坚强一点 好吗 好 你接下来任务可重了 得把小刘照顾好 好 那我走了 您放心 再见啊 回去吧 下着雨呢 你 喂 在家呢 在学校加班 怎么了 有事吗 是有点事 上次我不是问过你 林妙雪的事吗 我记得 你能不能再帮忙打听一下 林妙雪和洛嘉有什么关系 林妙雪跟洛嘉 这么多年 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隐瞒的 所以我希望你对我也一样 你跟林妙雪到底是什么关系 林妙雪 林妙雪是谁啊 东江的那个师范老许 我没关系 好吧 余东军 刘洋怀孕了 你要当爷爷了 来了 来 吴组长 大圣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今天啊 太匆忙了 所以特意把你叫到这边来 这么晚了 打扰你了吧 没事 您说 这也没什么严重的事 其实呢 我是受魏长恩书记之托 给你带句话 是吗 该做的事要做下去 您放心 我明白 请出事工作阵 嗯 您好 这是我的证件 今天第一篇报到 报到请进 谢谢 进来 书记 翠莉到了 早上好啊 翠莉 赵书记 早上好 我没想到你会来得这么早 第一天上班怎么敢迟到呀 你来得真是时候 我们纪委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能问一下吗 你在报社工作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到纪委来报考公务员呢 不瞒你说 赵书记 其实在我叔叔被调查之后 我情绪一直很低迷 那段时间我还特意调休了一阵子 后来我想了很多 人生嘛 匆匆不过几十年 我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为这个国家和社会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所以 我就报考了公务员 来到了这里 说得真好 但是纪委的工作更不简单哪 你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跟我来 同志们 咱们村里来新人了 纪委来了新的成员 来 崔莉同志 来 咱们表示欢迎 大家好 请坐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呢 可能是叫老生常谈 但是不说不行 警钟要尝鸣啊 崔莉啊 纪委干部啊 就是一份工作 他不是什么头衔 更不是什么 哪来值得炫耀的权利 相反呢 这份工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 委屈 误解 甚至是危险 是吧 前些日子我的一个 同事 他跟我说 你们这个工作呀 那真是叫 他怎么说呢 里外不是人 吃力不讨好 我觉得这两句话 听得有意思 他让我在琢磨 就是我们服务对象 到底应该是谁 是谁 如果我们服务的对象 不是建立在 以人民为基础上的话 那么的确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讨好什么 我们这份工作 我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要讨好老百姓 他说的这个里外不是人 这个里里外外 一定没有我们的老百姓 所以我想纪委的工作 就是以 我们老百姓 到底是支持拥护 还是反对 来作为我们的 唯一评判标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有思想准备 这份工作应该说 很特殊 有难度 所以它更需要 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要有超乎常人的 正义感 责任感 还要有智慧 要有不屈不脑的精神 说到这一点呢 我不得不提一下 咱们纪委的宋天怡同志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小伙子 他对工作有一份热爱 他敬重这份工作 那种忘我的精神 值得我们在座每一位 向他学习 但是他的某一些做法 我认为不可取 抱病坚持工作 不必 做什么都得有一个好身体 所以 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 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 这位是周强主任 你好 周强主任之前遭人陷害 吃了不少的苦啊 书记 这事过去 不要再提了 不 应该说是告一个段落 我一定会彻查下去 周强主任的案子 说明了一个问题 我们要时刻警惕 内部蛀虫的存在 所谓打铁还须自身意 有很多人说赵达生病了 他有职业病 就是喜欢扮人拿人 殊不知我的理想不是这个 我是希望在某一天 在我的管辖范围当中 让我无人可办 无案可查 那是我憧憬的未来 遗憾哪 还是有的人让我们不省心 在我看来 如果我们在贪腐面前 不敢于去得罪一个领导干部 就等于是得罪了 我们天下的百姓 我们不把自己推到悬崖面前 就等于是把老百姓 推到了危难面前 要让我们的东江 有一片进步 让我们的老百姓 能够安居乐业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责武旁贷 咱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这位是李大可同志 你好 苏鸿同志 欢迎你 信访室的刘军同志 你好 在你的左边 这位是洛家同志 你好 很高兴能和大家共事 还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哪里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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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